演示啊 就是照夜啊 当你看到了这种缺点的时候 就是我的缺点 我要怎么进行啊 那我今天晚上好好忏悔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你讲那个跟了生死有关吗 对不对 跟我们半道有关吗 有关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讲了 这个是无量功德 人家一讲 你刚才说什么我怎么不听不清楚 不继续再说一遍 人家讲的还不够彻底 你继续问下去更精彩 那都是无间地狱 因为你在道场里头啊 听到任何的是非啊 那都是在说是中过 对不对 都是是中过啊 那你为什么要讲 所以我们说不听是非 不看是非 不讲是非 你才有可能不说是中过啊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跟众生相处一定有是非出来 而这些是非是让我们啊 反观自己的盲点 同时呢 你在反观自己盲点的时候 智慧在成长 那你能够制止他 这些跟了生死无关 这些跟迷心见性无关 跟定位等辞无关 你把他打住了 你在修福报啊 这么一来一往啊 你福慧双修啊 福慧两足啊 会完全具足 而且站在修慧的立场啊 你会破除一切的盲点 在破除盲点的同时啊 我指法子啊 你通通能破 通通能破 各位留意到啊 这就是修行的要灵 这个叫做啊 会用心 直接啊 就在跟众生相处的时候啊 自己来成就自己 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跟众生结广大的缘 有没有 福慧双修啊 智政觉世间 器世间 眷属世间 同时完成啊 这才叫一行一切行啊 法眼行法在这里啊 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就是啊 我们跟各位讲 你现在要修的法门 现在我们要跟各位讲说 你要修的是什么 会用心的法门 但是啊 要会用心不容易啊 我们都是错用心 乱用心 你知道吗 文殊菩萨告诉我们 善用其心啊 就是指会用心啊 你用在这个地方啊 一成一切成 一行一切行啊 我们为什么不会用心呢 因为你的 心理结构啊 不够健康 人家一讲啊 你就往坏的想 你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架构 刚才我们讲的 这是一个基本健康的架构 我们都会听到示威 和看到 与众生相处啊 人家抱怨啊 什么就是这些啊 那你要怎么办 听到 看到 就是我的 那我要怎么办 能够在这里 好好的去忏悔 还行 你检讨一番啊 那当下就清静了 你抓到药灵了就对了 要不然呢 晚上好好忏悔 这是我的功课 就没有一堂工程回来 对不对 那么当下他们继续在讲呢 我要修福啊 你就把他制止了 这样子跟你进道场的宗旨 是不是相违背 对不对 对于你了生死有帮助吗 对于你明心见心有帮助吗 你一句话就压倒了 你的福报就修了 就修了 知道吗 道场里要这样会修啊 人家跟你讲是非 还说一遍我听不清楚 哪有这些事情 啊啊啊啊啊啊 刷下去呢 你还演连续句 无量无边的夜啊 你会扯不完啊 扯不完 所以你会不会用心 很清楚啦 我这交代过啦 没有欠你啊 剩下是你欠我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你要了解到 我们在修的是什么 断烦恼 对不对 要把烦恼啊 转化成菩提呀 那你你才 所有的烦恼通通破镜 最维系最维系的夜 转化成菩提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叫做阿妞多罗三 美三菩提嘛 对不对 这是佛法的标的啊 外道不是啊 外道在修特异功能啊 修特异功能 我们不是修特异功能的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啊 所以 佛法在修什么 那标的很清楚 我们常跟各位讲 那外道禅在做什么 舒服嘛 那有些是修健康嘛 有的是修气功嘛 对不对 那这些都还没有副作用的 修舒服很好 对于这种 人世间啊 这么大的压力 那么做一做 枢解一下 对于心理的矫正啊 跟健康很有帮助 这我们不否认 那做一做啊 对健康有帮助 我们也不否认 这个总是世间善罚嘛 但有一点气功啊 对自己啊 更舒畅 那我们也不否认 这些 只要没有副作用的这个部分啊 都很好 都很好 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啊 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 所以要断除烦恼 使烦恼不生 这个才是目的 那这一点就不是那些功能所能取代 同样的 进一步还有人更进一步 他能够预知 他能够有催眠术 他能够有治病的功能 他有啊 非天走壁的能力 他可以啊 一围过疆 这些啊 都是特异功能 要这些啊 我跟各位讲 电力不够啊 你很容易受害 你知道吗 你有特异功能啊 台湾话讲 有两个报仕啊 有两个报仕啊 七减五个 好用百表 都找你 他一定会来找你 你这个啊 我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 可以赚很多钱 结果你就去赚钱了 人家会教你一套 你就三不五十出来 量一下就好了 真实的啊 你有能力啊 对不对 三不五十量一下 结果人家利用你量一下的时候 你看去造无边的业 你就是罪魁祸首啊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知道吗 那会自己害自己又害别人 但是你不知道 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啊 你所修的已经修错了 而且业果啊 已经要现前了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 特异功能 我们不否认它的存在 但是我们不去追求它 我们真正要追求的 断烦恼 使烦恼不生 不是压着它 你要留意到 这样的一个重点 所以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是 我们对禅法的这些认知啊 这些基本性的认知啊 各位不要弄错了 那么 我们也常常跟各位 会提到这些东西 在禅里头啊 我们比较具体的来说啊 可以分体像用三个部分 就体来讲啊 禅是不可说 像啊 是我们的修行次第 是一定要说 那么 向来啊 自古以来都说禅不可说 大家就不知道怎么说 那大家不知道怎么说 可是很多人都迷着 在学禅 那么怎么学呢 既然不可说 你怎么学呢 所以我们发现 这里面啊 基本上 就有很多的错误 跟迷信 那么这种情况 也一直啊 相传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外道 有些特异功能 有些会通 半通不通 乱通的 反正 有个通字挂在一起的 通通好像跟禅有关 甚至于连交通都跟禅有关 这个是真的很麻烦的事 不是说有通就跟禅有关了 很多通啊 跟禅是无关的 知道吗 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 禅 有经过修行以后 每一个人啊 一个禅行者啊 他的心境啊 跟真理有一种吻合的作用 有一种吻合的情况 那个部分啊 只有误得的人啊 他们自己才知道 各位要了解啊 当你有所误啊 那个东西没办法讲出口 那就对了 你不要硬要跟人家讲 当你讲出来的时候 告诉你已经错了 已经错了 你才问人家说这样对不对 那个东西本身啊 大概都是犯境 能够讲的都是犯境 你留意到吗 我记得大概三十年前啊 到台中来出差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没出家 三十几年前 临森路这边还没打通 有几棵凤凰树 那个树下有人卖啊 我现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老妈咪 我跟我总经理啊 一停车 我看他老妈咪 我一碗 他一碗 我看着那一碗 还不知道怎么下手的时候 他说 又一碗 我看他 这个样子 我再看看这一碗 又一碗 又一碗 我喝水三碗下去 我那一碗一口都还没吃 他三碗吃完了 又一碗 然后我问我 快吃 老妈咪吃不下去 这碗好吃你知道吗 老妈就看在这碗好吃 你知道吗 那个好吃啊 他知道 我看那个油腻腻的 就已经饱了 他一共吃了五碗 吃完了 他还有一碗 他吃了五碗 我吃鱼肉就吃了五碗 然后我吃了五碗 对 他就跟我讲 不好意思 请你吃肉饼饼饼 我说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实在是 那么油的饭我吃不下 你想想看 有些东西啊 生命的体验 是没有办法用表达的 他没有办法用数据去表达说 这好吃是几分好吃 他没有办法表达 对不对 他滷肉饭就是这样子 那我相信各位吃过 你都知道他有多好吃 那可是不喜欢吃的 就是不喜欢吃啊 这个就是生命的经验 没有办法表达 能够表达的 大概都有问题啊 都有问题啊 你知道吗 我们禅修当中 你有所经验 那个作用 都是不可说 都是不可说 所以我们在对于禅的认知的时候啊 各位应当要有这一种感受 应当要有这种感受 我们这里我再跟各位提一下 我们修行的基本的这个部分啊 我们是分有三个阶段 一个叫前行 一个叫正行 一个叫妙行 分这三个部分 大概前行完成啊 你还没有成就 在我们这一会要跟各位讲的前行啊 就是修中旋 初旋的部分 它有三个阶段 正行啊 叫做意中旋 它也有三个阶段 妙行啊 叫体中旋 也有三个阶段 那些 修中旋的成就啊 不叫成就 那叫准备好了 正行啊 是义中旋 它的成就啊 就是所谓的成佛了 那妙行是成佛以后的作用 所以正行完成啊 我们说可以为仁天师 给仁天做依靠 那妙行呢 是与诸佛做主师 可以给佛做老师 你知道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分有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的这种修行方式啊 步骤啊 跟你的心理结构啊 我们会很详细的告诉各位 那么 现在各位要的 不是前行怎么行的问题 是你要进入前行之前的准备资量 你够不够 要进入前行就本身要有一些资量道 要有一些资量道 那假如没有这些资量道 那你堪成法器啊 你难成法器啊 堪成法器啊 才有可能啊 进入前行阶段 你都难成法器啊 那就不可能啊 不可能 那我们是不是个法器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所以现在在还没有开始进入之前 那我们自己要先过滤 要先过滤 要先过滤 整个修行过程当中的重点呢 在前行跟正行当中 前行阶段呢 事实上我们要进行的 是生命因素的重组 正行里面呢 才叫做生命因素的净化 那你要重组生命因素的时候 你必须看清楚你的生命因素 这个就是啊 我们现在要认识的地方 要认识的地方 你假如连生命因素都不懂 你怎么重组呢 生命因素都没有办法掌握 都配置在不当的地方 那你要怎么样的去进化呢 所以我们一直跟各位讲说 你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赶快定位 你没有办法定位 你无法重组 我们跟各位讲过 现在你还没有定位修行之前 你这个生命的所有因素啊 是法界中的 无量因缘当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你这个因素一定被业障拖着走 知道吗 因为法界在轮转啊 那你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嘛 那你滚到哪里去不知道啊 这叫被业力所转 业力牵引 知道吗 那你定位以后的话就不一样了 这个差别很大 你一定位的话 法界无量因素啊 以你为中心开始绕过来 围绕着你 这个时候生命因素全部重组 全部重组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我们就凡夫来讲啊 你起心动念 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 你有没有留意到 各位你你闷心自问 人家一说到我的时候 我都是业都是罪 我什么都错 人家一讲到师父啊 他有种种的理由都在美化他 他都对都对都对 有没有 为什么有这两种情况 你去留意看看 不是说我这个师父什么都对啦 不是啦 我也是凡夫啦 一说到我也是人家都骂我不对啦 那你想想看 我们凡夫为什么 人家都把我们往错的方向去想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被法界的因缘把我们拖走了 你知道吗 那些菩萨们 向来主持大德们 这些有成就的人 他为什么 人家把好的因素都讲给他 因为他是 已经是法界的中心 法界的中心 他既然是法界的中心 他只吸收好的不吸收坏的 你留意到 我们被人家牵着走 坏的通通丢到我们身上来 你留意到这一点啦 所以我们一直跟各位讲 定位定位很重要 你都没有感觉到 其实是你定位不是我定位啊 好处在你那里也不在我这里 你也怕什么 对不对 你定位我又不跟你抽佣金 对不对 又没有说贴线说多少先给我 将来赚了以后再扣 没有啊 对不对 你定位的以后都是你的 你想想看 你现在不定位 天底下一切恶 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都在你身上 你一定位以后啊 天下无不是善 一切好的都是你的 为什么此事普全行 此事普全境 你看看 差别这么多啊 各位要不要重新来过 自己要对自己啊 这个要跟各位讲清楚 真的是很难啦 很不容易讲 我们跟各位讲多少遍 修行的工作在这个地方 这个认知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真的啊 我骗你没意思嘛 骗你也对我没好处啊 你就试着自己去定位嘛 定位以后都是你的啊 人家赞叹的是你啊 不是我啊 对不对 你不定位呢 人家毁谤的都是你啊 啊你自己这起的铺铺跳 我不是那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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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误会了 为什么 你看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修行的因素 光是这一点啊 你定位以后啊 确定一切的这一点啊 是很不可思议的 非常不可思议的 各位留意一下 我们修行人啊 比世间人不赚什么 赚这一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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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赚百 人家说赚得变过了 生命的肯定在这里啊 生命价值的肯定 生命存在的肯定在这里 这个肯定 肯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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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不能肯定这一点啊 那你要从 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啊 找到自己的真面目啊 那真的是很早啊 还很早啦 我们简单的先谈到这里 休息一下就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